雙手和石祭拜 这是前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辞职后 首次返回山口老家的家族墓园 为父亲也是日本前外相安倍晋太郎扫墓 从空拍照看 位于山口县长门市的安倍家祖坟 周边占地约1000平方公尺 安倍晋三的骨灰将会与父亲相邻 在这里长眠 前一天安倍的铃车在台湾时间下午1点36分 从曾上寺出发前往火化场 担任桑主的遗孀安倍昭惠 最后把骨灰坛带回曾上寺做头期 晚间前往只有亲人参加的告别餐会 13号一早就会把王夫骨灰坛葬在祖坟 其实除了日本国内 南韩总统尹席月也在周二亲自到日本 驻南韩大使馆悼念 他在安倍肖像前深深鞠躬 还写下悼念文字 另一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到日本大使馆 签调研书起身时望着安倍肖像 驻足莫哀片刻 至于欧盟总部外则是降下半期 不舍当今日本政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离世 哀痛席别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